我们猫舍主要是防御布偶猫的 但是在我们的猫舍也有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短腿 前段时间太忙了 疏忽对它的照顾 然后就得了猫痫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猫痫的治疗过程 在我们南方回南天 湿气比较重 之前就得了一丢丢的猫痫 后面没太注意 然后就引发到全身都死了 于是只能把它的猫全部剃了 能更好的治疗 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引发一些不适 请谨慎观看 除了长满全身的猫痫 还得了黑下巴 最后被我修成了这个鬼样子 如果得了全身性的猫痫的猫猫 我们都会选择给它做药液 首先要用温水 把身上长猫痫结痫的地方把结痫洗掉 然后我们要给它洗药液 用的就是这款澳洲的麻辣洗药液 在洗药液的过程和平常洗护的手法差不多 把药液均匀地涂抹在它身上 然后在身上至少要按摩15分钟以上 这样药液才会起到效果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 三天就要洗一次药液 如果不太严重的话 可以一个星期洗一次 日常洗澡用这个药液 做预防也可以用 它这个猫痫长得是比较严重的 整个背面上都是红色的痘痘 用这个药液在身上洗超过15分钟以上 那么这么一次的药液就搞定了 然后给它冲洗干净的 记得给小猫吹毛的时候 身上的每个角落一定要吹干 日常可以点到一味维生素D 或者是吃老林姿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来预防猫液 你看它这块成饼的大圆链 如果是身上长的小面积的猫液 推荐大家用这一款喷的药物 直接喷到有猫痫的地方就可以 都是猫色亲力用过的真实有效 日常在检查猫咪皮肤 是否的猫痫的情况下 可以买一个这个猫痫灯 有猫痫的地方会有发光反应 然后用来治疗黑下巴的 我会用这款红莓素卵膏 直接能用的药垫都可以买得到 把药膏轻轻涂到长黑下巴的地方 慢慢的把结痂清理干净了就可以 在治疗猫痫的过程 有条件的可以经常带猫猫出去晒晒太阳 然后要把得猫痫的猫猫隔离饲养 以免把猫痫传浪给其他的猫 隔离的地方也要定期消毒 只有定期的做好卫生和消毒 才能避免猫痫的扩散 在羊猫的过程中 长猫痫是很轻微的一个问题 只要找对方方很快就可以痊愈的 在治疗猫痫的过程中 也要适当的给主持们增加营养 好的营养才会有更好的抵抗力 除了洗药液外用的 还要给猫咪用这款内服的治疗猫咪的药 医取看作也是在人用的药店可以买到 用量的话是按猫咪的体重来 一斤的体重吃实力的药量 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 混到他们爱吃的食物里面给他们吃 同时一天还要喂一毫升的补血干净 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 你的猫猫就可以很快康复了 现在的她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之前脱毛的地方已经开始长毛了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她毛长期之后的样子 哦 爱就是由我抢凡着你 哦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哦 baby 想说一点 想陪你不止一天 多一点 让我心甘情愿 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